成都自古以来便是各种艺术蓬勃发展的沃土 除了这座城市本身的文化底印 更因为这里始终生活着一批在艺术上坚持创作的艺术家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成都书画名家 看看他用自己的生活美学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艺术享受 一、二、三 艺术画社 2017年末 艺术画社启动展在成都武侯慈美术馆正式开幕 参加展览的45副作品都来自成都艺术画社 画社由七位成都土生土长的书画名家组成 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创作风格在当今中国画坛独树一帜 这次七位名家的作品联合展出 无疑是近年来成都书画界的一大盛世 画展开幕以来 武侯慈美术馆里几乎每天都人潮涌动 而在武侯慈的一处画室里 一幅巨幅馆藏画卷也正紧锣密鼓地创作着 我把这儿稳落些丝了 这儿全不真正的一种丝 基本上成立了 你要表现古代的武侯慈 原来有一首诗 丞相祠堂何处寻 景观城外摆森森 当年诗人杜甫笔下的武侯慈 正随着笔墨的舞动悦然直上 而正在辉豪泼墨的 正是一周画社妻子之一的秦天柱 这幅画它就是我们一周画社妻子共同为这个武侯慈 创作的一幅针对他们的这个主题画 今年66岁的秦天柱 黄州的迅鲤骏马相提并论 认为都以生动活泼的形象令人瞩目 给予了秦天柱极高的评价 我想到可能就跟我的心情跟爱好有关 因为你比方我对这些小鸟啊 对这些各种昆虫 本身有点动情的感觉 有点情有注重的那种感觉 有感而发是秦天柱一贯推崇的创作主张 要想画好花鸟画 首先要近距离观察花鸟鱼虫的形态 画昆虫的人如果受到这种真实的昆虫 就是我们的摩托儿 它就是只要我找得到的 遇得到的 我都要把它留下来 每一个这个昆虫的形状事件都有好几十种 花天就其实更多的情况下 世界我们要找一些过渡 真正的仔细深入到这个温义观世界里头 更容易觉得这个世界直播大 中国画艺术大师黄昼曾这样评价秦天柱 他的画有一股灵气 仿佛又齐白石 仿佛又攀天寿 仿佛又古代别的什么大师的影子 然而定睛一看 却又分明是他自己 显然在传统精华中 凝练心意方面下过一番功夫 而这种在作品中透出的 古艺与秦天柱收藏古物的爱好 密不可分 这个乌龟的收藏我这种可能有两百来过 古今中外的 有没有这两个龟 就是我这个收乌龟的最开头的带头龟 它就是穷腰的 1998年2000年 四十元买的藏龟又此时 中国画我们都是生发育传统 很自然地要往高头去寻根 而外国他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心意给古人 就好像找到一个连接点了 如今秦天柱淡雅名利 书朗空灵的画风 已经在当代中国花鸟画坛上占据一席之地 而成都这座城市 也在不断充实着他的生活美学 只要外出写生 任何一处看似普通的存在 都能成为他笔下的画景 穷来自古被称为天府难来第一周 这座老南桥始建于清道光年间 被称为川南第一桥 曾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如今马帮的驼铃声早已渐行渐远 但历史留下的沧桑和光影 却让秦天柱每次到来 都充满了创作的冲动 祖金生气 不管是自然景观也好 还是这个人文 它都会等于心里身处 它会有一些红砖 有一些发酵作用 生活中期 找题材 找感动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这个是越到后都越理解这句话 是正言 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的绘画的一种方法 叫什么 中国画 那么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 我们成都的画家 这位画家 他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他画中国画画得特别好 这里是成都市区的一个少儿美术培训机构 正在上课的是这家机构的创始人 少儿美术老师吕骏 80后的吕骏已经从事了17年的儿童美术教育 他可是秦天柱的铁杆粉丝 一个偶然的机会就看到了秦老师的绘画作品 看到这本书 很激动 原来水墨画还可以这样去画 这样去表达 这张画里面就有很多西方构图 而这次小鸟在到这个位置呢 它刚好是一个点 点和这个大片的这个面 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我特别想向秦老师学习他的 这个水墨的表达方式 和他是怎么研究这个构图的 经过多方打听 吕骏从大学师姐那里 得知了秦老师在四川诗书画院研修班任教的消息 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毛鞋自建 登门拜师 帮我看一看 我要去找那个秦老师拜师 我记得你画了一张那个 萝卜的那个还不错 他们那些研修班的学员 师兄师姐 我觉得他们都画得很厉害 此时的秦天柱正在四川诗书画院的研修班上课 在这里担任老师的都是成都书画界首屈一指的名家 画东西一定要老经厂对现实它是非常熟悉 非常理解 画画 要注意形状 注意这个画板 像这种画板就没啥巨蜜 它这个画板不要每一般都这样子 好像是渐渐上是虎 秦天柱的学生来自成都各行各业 他们年龄不同 书画基础不同 有美术老师 公司白领 也有退休的书画爱好者 我七十三了 我是这个把年龄最大的 在一个展览会上看到他的展览库 我一直就想跟他秦老师兄 那来年数会很大 教室里秦老师正认真地给同学们做示范 而教室外 一心想来登门拜师的吕俊 也来到了楼下 吕俊这些精心挑选的作品 能够得到秦老师的认可吗 有点 这张是您的 这个歌都看得出 谁也才不认识的 你还拿着 谁也这样 我能不能挤的 我去我手上 不安心 我不走 他可以啊 可以给他说完 简直可以 让吕俊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梦想成真 今后 他可以成为寻老师的学生 近距离接受老师的艺术讯淘 看这些有基础 然后非常有这个热情 有充满希望的这些同学 我们都是欢迎 尤其是老师 哇 我叫你应该给我点赞赐 好的老师 带得对陆的老师很关键 总体学习画这个书门间 但是真正要走进去 它背后的那个文化 低运和深度 这个是需要终身说习 天赋文化 底蕴深厚的成都 历代绘画名家被除 作为当代书画名家 秦天柱用他的生活美学 创作出了一幅幅 打动人心的作品 而这些作品又感动着无数 像吕骏这样的美术教育工作者 正是这种艺术的默契与传承 让成都这片创作沃土 始终充满新兴向荣的艺术氛围 补律着无数艺术家们 在这里成长和创作